2024年巴黎奥医会已经开幕好几天了 因为对国内为金牌之上的深恶痛绝 老鼠只是简单的观看几个视频 极紧 诸如齐达内娜达尔最后的火炬传递 扎姆斯作为美国棋手 与中率队挺进赛纳河 还有诸多富有创意的表演 比如刺客信条般跑酷传递火炬 赛纳河上市外出场 加上各类精彩的演出 从创意精彩程度编排设计上 我感觉算是近年来比较新鸣 且具有话题度的一届奥运会了 不过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 说现在奥运会没有人关注了 所以老楚在这里也问一下大家 你们有关注奥运会吗 如果关注主要关注那些方面 如果没有关注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从我的新闻群和从各个平台端的搜索来看 整个奥运会关注的热度在降低 种种迹象表明 奥运会的热度确实没有之前到 在我看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传播平台的变化 导致奥运的传播度在降低 从传播平台上来看 因为版权的缘故 目前很多主流短视频平台 无法拿到奥运会的画面版权 这就导致人们经常刷的抖音快手 视频号等 只能在以上平台中的一些官方账号上 看到奥运会的信息 奥运会在版权这一块管理的非常严 谁家要是不经授权使用 就可能面临巨额的缩赔 那同样是版权管理严格 为啥以前火呢 因为以前主要传播渠道还是电视 人们可以随时从电视报纸上 看到奥运会的消息 中央电视台天天轮着放 你不看也带看 奥运会的氛围能不能吗 现在谁还看电视 看报纸 一天刷好几个小时的短视频 比奥运会精彩的视频多了去 谁看你家奥运会 前段时间的欧洲杯也是如此 热度明显下降 除了赌球的减少 和短视频平台不无关系 从普通人群的关注度上来看 奥运会的热度也在下降 奥运会的金牌体育和普通人关联度明显不够 简而言之就是大家对金牌提不起兴趣了 奥运金牌代表之主国之荣誉 徐海峰洛杉矶奥运会夺得首金 一直广为传送 还记得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老楚第一次在家中的黑白电视机上 目睹王军霞夺得5000米的长跑冠军 心中的自豪感油烟而生 还有就是04年流伤的110米兰 一飞冲天振奋人心 到后来08年奥运会上 金台鼠都能和美国白白索万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金牌数量的增加 仿佛拿金牌也没有那么令人激动了 按照我们球迷圈的一句梗 一觉醒来又是一场大胜 奥运会也是如此 一觉醒来又是几块金牌 金牌榜上摇摇领先 奥运赛事也更多地 关注个人在体育竞技上的表现 不少体育迷更关心自己喜欢的运动员 这种情况下 人们的关注热情自然会消退 08年北京奥运会应该是一个巅峰 但之后有些异性阑珊 一个强大的国家 也无需靠关注几块金牌来获得自信心 毕竟以目前来看 在国际上我们遥遥领先 再对比现在国人996的牛马处境 生活早已匆匆忙忙 还有啥新进关注奥运会啊 哪有时间来关注奥运会 得不得金牌和一个月几千的工资 又有什么改善呢 且以中国这种金牌体育思路 即便金牌榜第一都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 很多城市体育设施都很欠缺 全民体育可能也就广场物进行的不错 所以人们不看奥运会也很正常 奥运会在我国是金牌体育 关键在于金牌拿得多 老百姓的体育事业有没有都在歧视 看看这几年体育设施 全民体育有进步吗 人们身体数字有提升吗 学校组织个跑步 晕倒好几个了 更别说竹鞋体育总局的那些被查的贪官们了 从竞技成绩上来看 影响力大的体育项目 中国代表团的缺席导致话题都锐减 什么影响力大 足球 但是中国男女足都缺席奥运会足球 其次就是篮球 结果中国男男已经连续两届缺席奥运会了 中国男子三大球项目 集体缺席 女子也持有篮球和排球 看看隔壁日本男女三大球 在列宾令人羡慕 接下来比较有影响的 就是田径和游泳了 国内田径赛场上炒得最火的吴烟尼 以他的实力不一定能摸到决赛的边 其他仅有个别项目 有冲金希望 而中国对优势项目乒乓球 羽毛球聚重跳水 射击体翘等 相费市场化程度低 影响力小 自然关注度较低 足球中有一种叫大赛型球迷 这些项目中 很多都是奥运中的临时球迷 观赛时可能还在临时学习规则 加之比赛都是晚上 即便夺冠 最后也变成了金牌榜上的一个数字吧 如果不争气的中国男猪 能去而误会 踢三场 踢得好国人能兴奋好几天 踢得差 能骂上一礼拜 话题度和关注度也能涨一涨 终善 所以现在人们不关注 奥运会也是正常的 也可以说 以前是让打了鸡血 关注金牌 现在只不过是恢复正常热度了 奥运会是一场全人类的盛大体育party 至于看不看呢 大家开心就好 咱们屁名还是多打打螺丝 养家糊盒吧 孱子 给膝盖